目中无人第二部放弃院线远离春节档宣发营销的明争暗斗 违规网大云影院武侠江湖的快艺恩仇 绝对是占明智不过的正确决策 目中无人第二部1000万的制作成本 面对3.5亿制作成本 宣发成本占80%的热麻辣烫 如果选择院线至少追加5000万的宣发成本 在动作电影日渐示威的大环境下 以及宣发营销大于影片质量的春节档 我敢断言目中无人这颗星星之火来之不易的小IP 一定以及肯定会在资本的海浪里被交袭被排挤 不能被看见不能被选择不能被讨论 所以我个人认为目中无人第二部回归云播放既是人间清醒 也是为武侠篇影迷送上的一份春节大礼 只要18块的白菜价就可以逐步出户的欣赏到一部诚意十足的武侠大片 目前目中无人第二部在豆瓣上被9000多人打出7.3分 我感觉还是有点低了 豆瓣上有网友发帖批评杨恩佑的角色非常让人讨厌 这位伴友也是真的勇 你知道杨恩佑的两位干爹是谁吗 一个是人狠话不多杀伐果断的陈瞎子谢苗 另一个是殡葬服务一条龙的墨三妹朱一龙 那叫一个管杀又管埋 但是从这位伴友177个字符感叹号就占了23个字符 激动的新闻可以看出 这位伴友其实是心疼陈瞎子的结局收场 绝对是陈瞎子的真爱粉 回到影片本身 我个人整体观音感受是谢苗的动作打戏和系列第一部一样 行云流水酣畅淋漓潇洒飘逸 德服一般的流畅丝滑性 极具暴力美学的视觉审美 剧本故事编排方面 本片比第一部加入了更为细腻的文系 文系和打戏的调和把握拿捏有度 重点刻画了陈瞎子这位大侠内心柔软温暖的人情面 整体剧情也和第一部一样 台词言简意盖绝不废话啰嗦 但是也有伴友差评说 本片是古装武侠版的这个杀手不太冷 都是小女孩要复仇 大叔教小女孩杀人技巧的重复戏码 首先大叔带着小孩快意江湖的经典武侠小说 比比皆是 这种类型的人物故事框架并不是外国大片的专利 其次本片确实是对这个杀手不太冷的致敬 但是致敬的点都符合陈瞎子和张小瑜的人物设定 致敬经典无伤大雅 演员演技表达方面 谢苗动作打戏绝对是毋庸置疑牛逼的存在 难能可贵的是动作演员 还有如此细腻的文系表演令人刮目相看 杨佑在同性里面演技表达 绝对是毋庸置疑的无人出席左右 人生大事里影后级别的演技曾经让我瞠目结舌 动人共情的哭戏更是一绝 小小年纪演技如此扎实 让我看到了少林无组和给爸爸的一封信里 谢苗的影子 但是镜头语言本片在刘白处理方面 比第一部略逊一筹 第一部中秦娘骑马入竹林 最后只有马跑出来 这个画面镜头的刘白处理相当高级 没有具体特写镜头 却能表达出秦娘被抓的信息 最后是所有观众最为关心的两个问题 陈瞎子到底死了没有 目中无人系列还有没有下一部 首先影片没有陈瞎子死亡的具体镜头 张小鱼的旁白用的也是失去这个词语 这是编导给观众一个留白悬念 但是陈瞎子在这部里面死了或者没死 其实都不影响系列续集的更新 因为陈瞎子都尉时期 眼睛是怎么瞎的可以拍成前转 张小鱼继承陈瞎子一搏 坚韧捉刀人可以拍成后转 陈瞎子线性人生每一个阶段的故事 又可以独立成篇 所以咱们观众该做的除了尊重版权付费支持之外 还应该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让更多的人支持谢苗杨恩佑这样的好演员 让更多的人支持目中人系列这样的好电影 请留下来